歡迎歡迎我們HTL韓國職業聯賽節目現場 我是主播兼賽平涅寶 那目前的話是第二場的BO3 然後目前 目前的話又是 目前聯賽中 稍等一下 目前是聯賽積分第三名的MVP Black對上 World這一隊 MVP Black士兵要拿下兩分 這樣子對他們未來 晉級 或 也許在這一連串的全員賽下來 也可能會晉級到聯賽第二名拿到 比較好的位置 不然他們會在 5月5號的時候出戰聯賽的第四名 這邊也要看聯賽第二名會不會在 其他比賽中實力 好這邊是選手介紹 在上兩場比賽的話是 第一場是王海礦坑 再來是 詛咒花園 那地圖不一定會重複啦 現在我是比較想看到天空神殿這張地圖 然後 這場比賽的話是 TNM對上FF桑 也就是目前 人在墊底的兩支隊伍 應該是和 比賽 就是和 後面的比賽是無緣了 不過 還是可以看一下他們 在選角上 以及 地圖上面 他們的走位啦 或者是 搭法 可以學習一下 好 好 稍等就要進到選角畫面 我在上一場 本來是由 以路選 這隊先選出 希望娜絲配上 札加拉的搶推 不過 後來被 兩支 因為我強司力的角色在控制住了 一支是 凱莉根 還有 阿薩斯 他們在拆角上面的話 會變得非常的畏懼 如果他們太過於靠前 就會被 凱莉根直接接一套 然後帶走 像是札加拉 尤其是札加拉他沒有 位技能 是相當危險的 那反正第二場 TL選擇了 也是選擇了 兩支強拆塔角 也就是 希望娜絲和札加拉 也發揮滿好的功用 再來是 麻法靈人也點出了 沉默來克制住伊莉丹 並不會讓他 衝牌衝得那麼順利 不過剛剛Illusion後面有打出 就是有點逆轉的氣味 不過後面還是 因為花魔的關係 被直接Ebo帶走 兩人的忍差其實是相當難打 也就是等級上面 血量 攻擊力都輸人家 再來是沒有二十等天賦 想要 想要 再加上對面 四隻角色都有閃現 閃現其實在這遊戲 並不是CD 是相當短的 大概 四十幾秒 四十五秒左右 在這遊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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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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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我覺得在這幾場聯賽下來 看到BEN最多的奇異就是 伊莉丹 再來是 扎加拉和珍娜 好這邊是賽前預測 MVB的勝率是80% 畢竟他們在聯賽裡面也是基本前三的隊伍 而且 後來 面對第二名的Black Hole 他們也會打出滿好的成績 在後面幾場比賽都有 打贏這隊 其實在近期也就是下個月的二十號 應該會有新一波的Peach 在那波改版的話 有可能東西會有更多的更動 再來是 新英雄的加入會不會 再給萬象劍獄一個新的氣象呢 其實希望那是在加入之後 對團隊而言 而且幾樣地圖來說 都發揮很好的功用 那TW的技能 在優勢的時候 能發揮更多的優勢 然後這邊已經進到旋轉畫面了 地圖是 詛咒古地 先BAN掉的物色再來是後BAN 後BAN通常都是EV蛋 EV蛋為了不讓對面 FIRST PICK先拿走EV蛋 所以 通常都會選擇 後選會BAN掉 在MVP選出了 熱門刺客角 珍娜 不過我先選擇了 泰蘭打 有可能會打出 地阿波羅的COMBO NVP Black 有可能會選擇 札加拉來增加視野 好 這邊選出了 全球流支援的亮翼 烏色是自己把他BAN掉了 因為烏色也是蠻好客製這個打法 但亮翼也是有 本身有種進化的技能 所以 當有人被地阿波羅使用 暗影衝鋒加上壓制猛摔 暈跡的途中 你使用 你使用 進化就可以將 暈眩給解掉 他就可以直接走出來了 不過你還是要維持住 該角色的血量 使用閃電療癒來幫忙補 NVP Black選出了 近期聯賽 出現了第三次的末期 上一次出現 他天賦是不是點錯了 這場應該會比較正確 我預測他三等會點月火一塊火 不然 之前有一場 他是使用脆毒 然後先丟脆毒之後 然後綁人 熊巴桃桃魚綁住 然後亮翼再使用自已飛默騎 然後亮翼本身也有Q跟脆毒 再上前接第二套 好 我選擇第二波角色 第二波羅有可能會 所以持人最後選 NVP Black 我似乎不會覺得他們會選第二波羅 要搶的話也是跟他們搶泰蘭達 所以 泰蘭達通常都是先選走 好 這邊選出了雷加 想必坦克會是 有可能是老陳 或者是 牛頭大佬 需要坦度較夠的角色 這樣子給予第二條血量的話 對面會蠻頭痛的 地阿布羅也是可以的 因為他開啟 產電吐息之後 是無視控場 這個時候 丟 然後最後一隻坦克 也許是地阿布羅 但World這邊一定要小心 因為 游泳進化的角色都被選走了 所以 他們在面對魚人上面是非常頭痛 喔 這邊 這邊看出MVP他的 想法啦 先Ban掉有進化的烏色 再來是把亮翼唯一有進化的第二隻拿走 剩下的其實有進化就幾乎沒有了 這樣子再選出魚人 把對面 其實就沒有可以 防止被綁的技能了 太早選魚人的話 一定會出烏色或者是亮翼 這兩個角色 先Ban烏色再Ban亮翼 再選亮翼 這是一個還不錯的屁 目前是一隻專家 一隻輸出 現在缺的是 有可能會打出再一隻刺客 還有一隻坦克 靠亮翼來做單補的動作 不過亮翼因為7等的時候不能點出治療技能 所以 在補量上面一定會比 World這隊來得低很多 好 選出了泰瑞爾 以及阿薩斯 雙台這兩隻坦克 在補量 他本身 阿薩斯自己都有補量 所以 不要太擔心 這場最危險的還是 泰蘭達 以及維拉 假如說被巴爾上去綁到的話 其實 只要 事先丟出自爆河豚 那 那隻角色幾乎就死一半 除非有隊友幫你把河豚打掉 但是在會戰中是很困難的事情 你想要在會戰中 按右鍵點到河豚的中心點 其實 我個人覺得有點困難 不然你打了其實 如果只有你一個人在打的話 你被騷擾住 你還是會 你會站在範圍裡面被炸到 也是 很頭疼阿 沒有意味的話 會選擇 地阿布羅 不然就是 牛牛大佬 在主鬥谷地有可能會出 鳳龍怪 的機率比較低 好 這邊沒錯 選擇了地阿布羅 配合泰倫達的combo 能做到相當不錯的跑線能力 反正這邊MVP Black 要注意 在前期的時候 被gank太多次 會送掉太多的經驗值 然後對面體驗上到10等的話 會非常難打 不過反正是這場 擁有進化的角色都被ban掉和選走了 所以 WORD在後期會戰要非常注意 這樣可以看到魚人會不會拿出好表現呢 那我們拭目以待 MVP Black這邊有兩個優勢 第一個是綁人的先手 再來是 亮翼的全球流 不過傷害是略血 不太夠 有爆發但是沒有持續傷害 應該只能養老 每個角色的普攻 以及阿拉斯他本身的E 牽制力是蠻厲害的啦 因為本身珍納特性有35%的緩速 再來是阿拉斯 用E貼住人的話 對面會蠻困擾的 再是領風轟擊的定身 好 比賽馬上就開始了 這邊是BO3的第二場比賽 第一場比賽 好 這邊是第二場比賽賽一次 不好意思 敗外勝率的話 其實默奇他本身的勝率 是相當的強勢的 還有56-58左右 在彈牌上面其實 配合自暴河豚的一波爆發 想要把對面的主要角色打到殘血 也不是不可能 一波帶走更是 尤其在後期的時候是相當容易的 看出他們的天賦 先看紅方這邊 維亞點出了W流 再來是順B斬的範圍 太倫達點出的是練人印記-8秒CD 地阿波羅通常都會點出靈魂石的60 耗60就能幫自己復活 然後雷加會點出治療結界 泰瑞爾點出1的25%對英雄增傷 再來是珍娜的35%緩速 以及亮衣收買 格擋以及 愚人是選擇了但他血量的增加 還有視野上會獲得150% 亮衣直接飛到前面 但是應該是剛剛被看到了 亮衣想要去救他那是來不及的 這邊先送出了一顆人頭 沒錯 這邊治療結界以及黑靈溫石 下路是羽人和雷加互相壓制 不過雷加應該都會去A掉對面 自爆河豚 我覺得這邊關注默契也不錯 不過上面都是1-3-1的風險 這邊下路開啟一波會戰 地阿波羅吃到了兩下暴風雨的傷害 是往後撤退 中路的話則是 反正是這邊維拉選擇壓制住魚人 攻之快的角色去點掉河豚 是很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維拉這隻角色 然後游泳不在地的角色其實可以去壓制別路 這邊的話 著大圖想要進行一波GANK 上路依然是 來到兩隻 上二中一 沙拉圖反正只是來刷一波冰 就離開了這裡 好 亮一飛下來來支援 只有一個人的話 下路的塔會被消耗非常的多 還不如選擇同樣的人分線 因為彼此的話 在第一波野怪應該都不會去吃吧 在兩分鐘的時候 有很多隊伍或是玩家都會選擇吃雙肥 不過這樣的話 有 這樣的話 人都在線上 因為 其實在線上有蠻 有好有壞 像 WORD這邊 如果 都去跑線的話 其實 對MVB可以不斷的推塔 然後讓對面露經驗 下路出了第一波的詛咒共品 是不是都會下去開第一場的會戰 好 這邊中上部分亮了一個燈 雜辣圖不知道是發現了什麼東西 是不是要趕往下路 不然漁人會把他拿走 所以威拉一個追事件 騷擾到了莫奇 雷加的話 是在嘗試拿掉這波共品 莫奇在沒有漁人破壞狀況下 是被點掉 莫奇復活之後又來到了共品這邊 雷加是拿到了共品 然後隊友可以選擇撤退 然後這邊 雜达圖選擇是 越增越有的話 對MVB不是個好消息 因為 鯊魚人其實很好跌 漢達跟迪亞伯羅來到我上路 然後進一波壓制 現在目前野怪都還沒有被吃掉 雙方都快來到7等 不過MVB這邊會有先走的機會 壓制猛摔配合月光之火 把他瑞的血量壓到非常低 反正剛死掉是因為莫奇的關係 還以為有人送出了一顆人頭 上路陪有奶牛爸爸進行一波壓制 我共品爺爺出生了 所以角色都會前往上路 不過魚人這裡有點遠啊 還在下路這邊 魚人是放棄了這波共品去下面騷了喔 而且嘗試耗掉外塔的血量 人家拿了第二貢品 World World這邊還是漏了一等 真的一等的經驗值 要小心注意啊 莫奇在四等的時候點出了 越活越快活 這是 技能增上技能 然後 每5秒的話會獲得 1% 欸 每5秒會獲得 差不多 3%吧 就是 總共是 10%加15% 每5秒1% 總共75秒的話就會有 25% 15% MVPLAKE嘗試開啟了 手裡 但是被泰倫打的W 照到之後要相當的注意 不過對面 看到對面的位置其實都還好 不過也選擇開啟了一波BOSS 這波貢品相當的遙遠 但是 維拉想要去Poke的話 必須 本身對面 對面抓人的技能也是蠻多的 而且要提防對面要上到10等啦 而且要提防對面要上到10等啦 魚人是跟著下面的首領 進行推一波 維拉被W 李鋒利綁到之後 應該是使用翻滾往後撤隊 也沒有什麼強害技能 可以直接開 中路的維拉 中路一波集結 打 現在5個人 這邊 愛你衝鋒 壓制 損機 但是 不達到很好的作用 反正這邊大學被損開一波 配合正義裁決的話 迪阿波羅就直接被帶走了 哇 這邊哇 相當危險啊 現在魚人點出了八爪章魚 目前要小心有角色 如果被直接被接到一波的話是相當危險的 末期不離 折拉圖反而是持續在推下路的外塔 這只是一波騷擾而已 好 波羅這邊來到了10等 五八點出了引獸空襲 再來是虛空牢獄 性影術 閃電突襲 以及 先祖治療 我的大招都有點出來了 對 對 大招現在都是沒有回合狀態 目前只有 閃現牢獄以及霸狀 運 迪阿波羅開啟了一波會戰 亮衣是直接遭到擊殺 波羅在這邊打出單抓到一隻 相當不錯 開啟了第二波會戰 這邊 虛空牢獄關到的位置非常的巧妙 勝利的隔開的戰局 再來是 剛集火掉阿哈斯之後 反而是把目標轉往了珍娜 這邊 兩個人都雙雙遭到擊殺 雙雙遭隔開戰局的話 也就是 可以 在那五秒內 你們先去針對其他角色 然後回過頭 等技能CD好之後 再來去打 虛空牢獄裡面的目標 原本MVP Black的領先 在一瞬間 都被打了回來 就因為 一次又一次的單抓 相當很漂亮 好 這邊魚人 魚人 魚人想要透過巴的章魚雷 單抓掉一隻 然後從後面進場 Q、W 泰倫達相當危險 被之後河騰炸死了之後 變成一個 五打四 扎圖也是趕到 現在換World這邊沒有了 英雄絕技 只剩下一招 先祖治療 先祖治療會以下丟下去 迪阿波羅聖堅回到半血 迪阿波羅聖堅回到半血 迪阿波羅的位置很危險 往後撤退 等級彼此都拉到12等的快過一半 詛咒消失了 不過這邊MVP Black 還是有等級上的些微領先 雜拉圖利用隱形的優勢來往對面的中路以及士騎部分來探視 英雄建築會被擋住嗎 呃...好像 好像不太會 所以... 就算是魚卵也不會被完全遮住 本來也太扯 好 魚人持續在推下路 順便把暖尿暖尾給清掉 十二等天賦 魚人應該會點出 Q...W的增傷吧 好 詛咖圖來GANK了默契寶寶 好 配合... 全箱漂亮 配合把好章魚和亮翼的飛 好 直接把... 詛咖圖給帶走 而且只用了魚人的命來換 相當值得 不過最後那個大招相當危險啦 如果詛咖圖按到1的話 可能會失去目標 然後打不到人 好 實戰的天賦也看到 一隻施壓 然後再來是寒冰護杖 衝刺 奮戰不限以及 末期的W強化 再來是... 這邊開啟了第二波會戰 寒冰突擊下來之後 打到兩個人 反正這邊WOL這邊 先走了一個人 顯示四打四的局面 真啊 冰箱沒了之後 要找人進行輸出 好 只要二血量被威脅 被八道章魚綁到之後 直接被帶走 打天使之路是炸到了... 阿...地阿布羅 免三對三 先往後拉 目前只要去拿掉共品 就算是... 不虧啦 是一個二換二 這場... WOL這邊沒有... 進化 所以... 只要被八道章魚綁掉 其實差不多就死掉一個人 剩下的角色 你可以用正義裁決 來把其他人撞開也說不定 好 MPブレイク要利用... 沒有拿... 共品的角色往前壓制 目前已經16等了 現在維拉跟泰倫達大絕還沒回好 真娜跟奧塔斯其實也差不多 好MPブレイク再一次開啟了這波BOSS WOL也注意到了 反而是... 也盯了自己家的BOSS 好 吃得非常迅速 雙方吃... 吃野速度都差不多 好MPブレイク先吃掉了這波首領 勢必也要去防守一波 不然就是和首領進行跟推 好 十六點天賦看到 泰瑞的點出寫寫場 再來是... 真娜會點出1的定身 再來是... 呃...通常在... 這種局面 我會點... 增傷居多 好 雙方也都來到了十六的 現在的衛戰會是最關鍵 要助... MVPブレイク 拿到第三個共品 不然... 經驗值會落後的非常的多 好 魚人在附近徘徊 找到...尋找獵物準備要出擊 好... 波羅這邊也要注意魚人他的動向 如果...主要角色被... 被... 借一套的話 其實... 相當誇張了 好 這邊五人集結 OK... 想要打另一波徽戰 兩一進來 隨便書也開得下來 但是... 沒有發揮作用 大絕關的是... 沒有很漂亮 瞬間被帶走三個人 靠著三度他的緩速 好... 能打出了一個靈幻五 非常的漂亮 這三度我他緩速剛剛太RAR 他...移動速度相當的慢啊 直接... 也... 被... 後續的... 角色給追擊到死掉 好... 配合這波的供品 現在下路的要塞會被清理掉 再次前往中路來Gank Diablo被緩速之後 靈魂攻擊 再次定身 好... 瞬間被帶走 只要有點輸W的破防 所以... 在集果上面會更加強大許多 精華可以解巴爾章魚嗎? 可以 巴爾章魚他是一個召喚物 但是... 放的時候 那個... 莫吉也是沒有辦法移動的 除非他被... 暈住 或是... 推開 不然他就可以放技能了 所以... 假如說你是玩... Diablo啊 如果在... 你Q他的話 其實他會... 馬上解掉那個... 巴爾章魚的狀態 因為其實他也是被暈 其實莫吉在開巴爾章魚的時候 他不能... 動 不過他被緩住 被... 彈開之後 就還是可以放技能 而且... 巴爾章魚還是會存在 這是他... 蠻厲害的地方 等差來到了... 三等 這邊... World一定會非常的... 困難 沒命的ブレイク 雙方都有大招的狀況下 他們二層的天賦 為什麼不打 反正這邊 張拉托把四個人都關了起來 彈性吐氣下來之後 吐到很多人 巴爾章魚是... 綁到了小兵 是不是我沒... 是我看錯了嗎 好... 我們先... 太瑞爾的血量非常低 是時候往後拉 魚人從蛋裡面復活 想要進行騷擾 好... Q掉了扎阿圖 喔...沒有 現在是... 中路和下路的要塞都已經掉了 先把四級放出去之後 利用三等的等差 其實可以做到... 蠻好的壓力效果 原對面吃其實是很慢的 好... 可以看到亮一點出了加速冷卻 再來是... 默契也是加速冷卻 想要放兩個蛋通常都會點這樣那招 雷諾跟諾娃會綁住嗎 可以阿 雷諾那招好像是... 啟動的時候 可以解控場 可是不知道被暈住的時候可不可以解控場 可能要更新一些資料吧 再確定 只要等隊友先強開一波 不然就是... 珍娜或者是我 來開這波會戰 好... 中路來逼這波核心 啊... 相比這波核心是要被消掉了防禦... 防護罩 迪阿波羅衝進來之後 正義才覺也衝了進去 人家相當的威脅 但是沒有殺到這個角色 迪阿波羅閃電突擊下來 傷害做得非常的... 反正這邊阿拉斯瞬間被帶走 沙拉圖使用了... 虛空牢獄 把三人關注 而且兩個人相當危險 核心剩10% 11% 聖娜是...也被擊殺 這邊等級拉到了... 20比20 天媽漂亮 投資機打下去3% 再2% 投資機阿 摩魯這隊壓力現在非常的大 而且還要守一隻末期 末期也有另外一個選擇阿 也就是... 往下路... 帶兵線 其實就是GG了 好 這邊末期是往下路... B... 這個... 配合W的自爆河豚 在推兵上面是能拿到優勢 往這裡要注意一下 泰蘭達會直接被帶走嗎 沒錯 W 雙...雙自爆河豚 配合再來是... B... 兩千的傷害 沒有人停得住打 魚人使用魚人泡泡自爆 他應該把彈放在更近一點的地方 這樣子對敵方... 真的壓力非常大 想要出去拆也不是 手也不是 MVP靠著他們拿到的優勢 然後用五條命來換掉96%的核心 天哪漂亮 看到World這邊點出的... 惡神天賦 萬象之怒的薇拉 然後再來是... 紗拉圖和... 特仁達點出的加速冷卻 然後地阿波羅點出了... 大絕... 傷害距離強化 所以只要壓了進來 這個核心是...沒有救了 紗拉圖用大絕來拖延時間 3.211% 0% 恭喜AbbBlack拿下了B03的第一場勝利 也恭喜魚人在... 這樣一賽... 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一個還是... 加入冷卻雙... 自爆河豚 再加上... 霸彈魚這個傷害量太恐怖了 所以... 使用人點出了... W有Q的效果的話... 那其實... 他也會吃到兩架Q啦 這也要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下一場B03 34馬上就要開始了